在选择钱包时,颜色的选择至关重要 有五种颜色可能会阻碍财富的积累,甚至导致财富流失 相反,有三种颜色能够帮助吸引财富和增强运势 虽然现代生活中手机的普及使得钱包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 但实际上,钱包仍然扮演着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即使不常携带现金,钱包中的银行卡和会员卡等也是财富的象征 能够为您的财运加分 在当今社会,钱包不仅仅是存放现金和卡片的工具 它也是个人风格和身份的体现 就像彭女士那样,一款精致的小钱包 不经意间就能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男士的经典皮家还是女士的时尚手包 选择一个既能展现个人品位又能吸引财富的钱包至关重要 那么,应该如何挑选一个合适的钱包呢? 颜色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就像选择衣服和食物一样 有的人偏爱鲜艳的图案 有的人则更喜欢简约的设计 有的人爱吃丰盛的肉食 有的人则坚持素食 这些选择看似随意 实则反映了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让我们回到钱包的话题 探讨一下如何挑选出既符合个人喜好 又能彰显身份的理想钱包 说来选钱包最重要的是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其次才是自己个性爱好 如果你是一位白领 当然是要选择一款非常昂贵或时尚的钱包 如果您只是一个公务员 就要选择一个大方朴实 别花了呼哨的钱包 如果您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 弄个一万块钱的钱包 估计是为了显摆 要不就是引人注目准备的 那么到底该怎样为自己选择一个既好看又聚才的钱包呢? 一、要符合自己的命力 在选择与个人命力相符的物品时 我们应当考虑天干地支与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 根据每日的皇历 我们可以选择与当日最为和谐的颜色来搭配服饰 假设今天的皇历显示为丁亥日 亥代表水 而水的颜色是黑色 在五行中水能生木 而木的颜色是绿色 因此选择绿色的服装将会带来好运 提高办事的成功率 黑色作为水的颜色 穿着也是恰当的 然而白色则应避免 因为它代表金 而金则刻之木 挑选钱包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选择能够相生的颜色 避免相克 以此来增强个人的运势 二、钱包颜色的讲究 五种颜色的钱包破财 一、黑色钱包 黑色钱包 象征着沉稳与内敛 它的深邃之色 能够帮助聚集财富 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这种颜色的钱包 通常是男性的优先选择 因为它不仅实用 还能反映出持有者的成熟魅力 然而 如果个人命理中不宜接触黑色 选择这样的钱包 可能会适得其反 导致财运流失 二、眉红和粉红钱包 这两种颜色的钱包 被认为能够提升个人的爱情运势 尤其是对于那些 寻找爱情的单身女士来说 她们的颜色不仅鲜艳吸引 还寓意着浪漫与甜蜜 能够为使用者的感情生活 增添一抹亮色 然而 这些颜色在财富积累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 对于那些希望增加储蓄的人来说 可能需要考虑其他选择 三、白色钱包 白色钱包的外观虽然吸引人 但在风水学中 它可能并不是招财的最佳选择 通常 白色钱包的主人会发现 自己的财务状况像流水一样 收支难以平衡 然而 如果个人的命理中 白色正好是吉祥之色 那么白色钱包不仅不会阻碍财运 反而可能带来好运 使得财富增长 四、红色钱包 红色象征着繁荣与活力 常被视为吸引财富的颜色 然而 人们常说 红色钱包 虽然能够迅速带来财运 却也同样快速地流失 难以积累财富 另外 有些人担心 红色可能意味着财务亏损 但实际上 选择钱包的颜色 是个人偏好的反应 与财富的增减并无直接关联 红色钱包 不仅不会导致赤子 反而可能为你的生活 增添一抹喜庆的色彩 五、蓝色钱包 蓝色常与水元素联系在一起 代表着流动和变化 因此 有观点认为 持有蓝色钱包 可能会导致财富的流失 就如同水流一般 无法把握 然而 如果个人的生辰八字中 蓝色正好是吉祥之色 那么这种钱包 反而可能会带来好运 和财富的增长 所以 在选择钱包颜色时 了解自己的八字 并根据个人情况 来决定 或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三种颜色的钱包招财 一、咖啡色和棕色钱包 在色彩的选择上 咖啡色与棕色的钱包 不仅流行 而且具有传统的寓意 它们代表着大地 象征着稳定与丰收 据说能够助人积聚财富 这样的颜色 不仅让人感到舒适 也给人一种安全感 正因如此 这两种颜色的皮质钱包 在市场上备受欢迎 成为了经典的选择 二、黄色钱包 黄色 代表大地之色 据说能增强个人的财富运势 它能够促进持有者的财务状况 使其事业和财富受益 然而 如果个人的生辰八字 显示黄色不移 那么最好避免选择 这种颜色的钱包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难免会遭遇挫折和不幸 当运气似乎被盗而驰时 重要的是要知道 如何扭转乾坤 寻找好运的钥匙 那么 在运势低迷时 我们该如何改变呢 如果财富之路充满荆桀 又该如何招揽财运呢 有人相信 将特定的物品放入钱包中 可以有效地驱散不祥之气 并为自己带来好运 让我们探索 这些转运的小秘密吧 三 钱包放一物 辟邪又转运 一 陶木之 陶木被认为具有辟邪和 祈求好运的神奇力量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这种传统信仰逐渐被人们淡忘 然而 将一段新切的陶木之 或者经过精心雕刻的陶木工艺品 放入钱包 据说 仍能起到相似的作用 人们还常将陶福插入钱包中 以期望财富得到保护 避免被不怀好意的人侵扰 甚至可能为财运带来轻微的增长 这样的做法 不仅承载着传统的智慧 也给人们带来一份心灵上的慰藉 二 玉符 玉 在中国风水学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被视为一种神圣的石头 它不仅象征着财富和高贵 还被认为能够带来好运 和驱除不祥之气 人们常将玉制成小巧的挂件 放在钱包中 以此来增强钱包的正能量 据说这样做能够保护持有者的财富 并吸引更多的财富进入 特别是对于经常外出经商的商人来说 一个小小的玉符 可能就是他们财富增长的秘密武器 据说 这种做法能够在不经意间增加他们的财运 帮助他们在商场上取得成功 古代货币的收藏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爱好 许多人对此充满热情 铜币等古钱币因其历史价值而备受珍视 时间越长 其价值往往越高 风水学认为 携带珍贵的古币能够增强个人的财富运势 在家中摆放古币也被认为能够带来家庭的繁荣与和谐 然而 在追求这份历史遗产时 我们必须谨慎 确保来源可靠 购买来源不明的古币 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甚至影响个人的财运和家庭的宁静 因此 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 确保每一枚古币都是正当获得的 是收藏古币时的重要原则 四 护身符避邪除惠 护身符 这个微小而强大的守护物 不仅便于携带 更蕴含着深厚的意义 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品 更象征着保护与好运的双重祝福 传统认为 护身符能够为佩戴者带来健康和平安 同时 它也被赋予了吸引财富的神奇力量 在主人面临困境 运气不佳时 护身符更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它能够帮助驱散负面能量 减轻经济损失的风险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 五 红色的装饰物 旺财运 想要财运亨通 不妨尝试在自己的钱包中添加一些红色元素 红色 作为一种吉祥的颜色 在风水中象征着繁荣和财富 例如 一个小巧的红色挂饰或是一条红手链 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文化中 红色常与喜庆和好运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在新年和节日期间 人们会互赠红包 以表祝福 因此 将一个装有红色物品的钱包随身携带 不仅能够为个人带来财运 也可能会给周围的亲朋好友 带来好运 这样的传统习俗 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表达 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追求 六 水晶石 水晶石被认为是增强个人能量场的强大工具 同时也被用来提升财富运势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挑战和压力 这时候 释放负面情绪变得尤为重要 许多人相信 将水晶石放入钱包中 不仅能够加速财富的积累 还能对心灵产生积极的影响 帮助我们保持清晰和平静的心态 七 重要之人的照片 在追求事业成功的道路上 携带挚爱之人的照片 是一种深刻的动力来源 这样的照片 不仅美化了我们的钱包 也为我们的财富之旅 增添了一份特别的鼓舞 每当我们疲惫或迷茫时 这些照片提醒我们为何而战 激发我们继续前进的决心 因此 将这些珍贵的影像 存放在日常携带的钱包中 不仅能够提升 我们对工作的热情 还能在无形中 吸引更多的财富 这是一种既实用 又富有情感的方法 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也能感受到家人的支持与爱 8. 避孕套 在钱包中放置避孕套 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想法 毕竟 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联系 然而 根据风水的观点 避孕套通常用于收集经验 而经在中国文化中 也有财富的象征意义 因此 一些人相信 在钱包里放一个避孕套 可以象征性地吸引财富 带来好运